老爷好,我是老赵 这一节呢,接着给大家分享 对于我觉得内容 具体呢,给大家分享的是 认富贵于评鉴学法 就是通过下面的这些方法 去看哪些是富学,哪些是贵学 哪些呢,是评鉴之学 欲是富贵于评鉴 当于学中止其看 先看来谁并去谁 次生龙行定端迪 这个呢,我就不给大家一意解说了 就是字面上的本身的意思 富贵 这个富贵九个窝 荒如大唐一暖戈 八面凹风都不见 金城水饶年宫漫 富贵呢,一定是一个窝行学 然后呢,你一看就像富人一样宽道 并且呢,还合适的 大唐,大唐,小唐,唐局嘛,大唐局,小唐局 一定是风吹不尽的 前面还有呢,然后金城水环扫 然后呢,还有面宫爱 四位八干,聚风营,水聚天心更有称 水聚天心也是一个富的一个标志 入手气壮,憋带行 富逼,逃诸,晒山龙 我们再看贵学 十个贵学,九个高 气宇,轩昂,压,白了 其鼓贵人,分左右 思向,勤兴,大压刀 贵学一般的都是比较高的 就像贵人一样 他是气度是不凡的 一般的贵学呢,是高,负学呢,是比较低的 负学呢,低了,采用泪水劲 这个旗鼓,这就是贵人所带的这些饰品 包括,丝相,勤兴,还有牙刀 勉弓,暗山,齐胸下,林冠,逢宠,吐灵枭 我们看,林冠峰也是发贵了一个标志 三级六秀并天马,贵如陪渡福导 三级六秀,包括天马峰,当然都是最贵的 我们再看,贫选 十个贫选,九不关 沙飞水子,不关还 邪请邪流,龙虎反 胎心孕育受风寒 第一,贫选呢,一般的就是水到关南不好 然后呢,还有沙飞水走,水也不关还 你看,这个清洗,水流,明汤清洗,那水呢,就有斜流出具 在胎西孕育之方呢,也容易凹风 那这样呢,都是贫学的一些情况 沐城临头并割脚,泊几水去退庄田 望迎物犯猪斑煞,四代贫寒四饭丹 沐城水,沐城水呢,是横直的 临头水,割脚水,这些呢,都是 这个不好的一些,包括泊几水 这个泊几水呢,那就是这个水直直的向前流 并且呢,前面没有这个岸山观栏 所以呢,这是贫学的一些特点 我们看剑学 十个剑学,旧翻功,桃花色令直香中 直无卯游,为沐浴,先行五秀,探头行 翻功直舍 然后呢,直无卯游放来水 这翻功直舍就不用说了 那都是这个水即翻功直舍 当然,沙也即翻功直舍 然后再从直无卯游放来水,就是为沐浴水 沐浴水呢,煮饭,阴朗桃花 再由呢,仙君五秀 这些都是桃花,败家之类的 另外呢,这个探头煞 探头呢,有偷盗的意思 更有豹渐,邪非类,翻花扯拽,甲宫秦 豹渐就像一座山和另一座山 一座山请到另一座山 然后呢,有豹渐的意思 当然呢,这也是不及的 包括,翻花绒,扯拽,这些 都是不及的 幽方,利对于逊味 为什么说,利对于逊味呢 我们看下一个是 沙水返背,睡佳生 这个利代表呢,是女人 对逊,这代表是女卫 在这个位置呢,如果有杀肥水种呢 那女人呢,容易呢,就是有风流之势 这样,我们看下面呢 八宿借库法 揭学老阳寨迅方,水归一库,似其昌 这是一句话 这老阳呢,他其实呢,是千山迅象 水出一方,那是幼醉道主啊 这叫什么,金句的生相 在一方消水,叫生相借故消水 所以呢,才有四七章 这是礼器方面的 面朝兵武,中阳选,丁水饶饮,大发祥 就是,他是一个兵武相啊,立的兵武相 兵武相呢,在丁卫方出水 那叫,着水道右,借故消水 也叫呢,望相,兵武的火局的望相,衰方消水 这样呢,当然,这些都是晋升水法 都是在旧品水法上的,四十八局的,自尊自尊的这个水法 更学历成昆森象,水归丁谷发而了 这个呢,是一个昆森象,昆森象呢,是水局的生相 那右水道主呢,水出丁卫方 这个呢,所以呢,才有发而了 这个呢,也是这个合局的嘛 长男学美,朝耕吕吕吕,着水归心气量的 这个是一个甲山耕吓 甲山耕吓,甲山耕吓呢,它是金局的望相 然后呢,着水道右,借心虚方消水 这叫,望相,借故消水 甲山耕吓,迅挂,雪云,向千埋,心宫水去,撞圆埃 这个呢,是一个甲山千象 甲山千象,它是墓局的生相 墓局的生相呢,用的右水道主啊,水出西区方 所以呢,这叫,墓局的生相,借故消水啊 右水道主啊,这也是合局的 雪城幽若,任指相,归随流畅,发红柴 这是一个任指相啊,就是 冰山人相和武山指相 然后呢,在贵方消水 贵方消水呢,那是着水道右 这是水局的望相,借故消水 着水道右,借故消水,同样也是合局的 向更学成,苏老阴,归方去水,夫柴心 看这个,更学啊 然后呢,在贵方消水,它是个 昆山更像,昆山更样呢 它是墓局的生相 在贵方消水,右水道主 同样呢,这叫墓局的生相,借故消水 对公,落学,水归一,家相,逢者,夫柴心 家相,那是更三甲相 更三甲相呢,水出一尘 那这样呢,就是墓局的望相 借故消水,着水道右 像这相呢,这是八修借故法 八修借故法呢,其实就是借故消水的 自妄相,自生相,借故消水的方法 这一节的富贵评鉴学法呢 和八修借故法呢 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我们下节再见